台東縣政府主辦的《行雲流水》 《山海多蘭藝術展》 在藝文中心一樓登場 網羅了《多蘭山畫院》70多位成員作品 包括有水彩、油畫、書法及陶藝等多類型創作 在這個星期起要進行兩週的展出 邀請喜歡藝文的鄉親可以前往共享美學氣息 在一陣東風爭樂團的演奏聲中 為今年度的《多蘭山畫院》藝術聯展拉開序幕 由台東縣政府主辦的《行雲流水》《山海多蘭藝術展》 邀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多蘭山畫院》成員 來到台東藝文中心進行為期兩週的展出 一共75名藝術家所帶來的作品 涵蓋水彩、油畫、書法、陶藝等類型的創作 提供給民眾們前來交流、欣賞 除了我們在地的一些藝術家之外 我們特別把一些像我們台東人 旅居北部的各縣市的一些藝術家 像李國坤老師、沈真、唐進鋒 他們也請回來 還有把一些我們國內的各大美術團體的理事長也請過來 就像劉鳳儀、蔡逸祥等等 他們都是在國內各個領域裡頭 都是表現非常好的 那我們《多蘭山畫院》成立的目的 當然一個是要提升我們台東的藝術創作的水準 另外一個主要就是說 能夠把我們做一個台東跟外界的一個平台 能夠以後能夠跟各外縣市交流 跟大陸、跟韓國、跟日本來做交流 當然目的就是說希望能夠把用藝術 把我們台東的美把它行銷出去 《多蘭山畫院》的展出 吸引了許多藝術家 以及台東各界人士前來共享盛舉 而代表縣府前來的文化處副處長 希望透過藝術中心 可以讓更多的藝術家們在此交流 激發創作靈感 縣府文化處這邊長久以來也都是 全力的配合藝術界的好朋友們 那提供 盡量提供我們完善的設施跟場地 讓大家有機會把自己的 這個畢生的作品拿出來 給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共欣賞 希望今天在座所有的嘉賓 看到自己的作品也好 或者是其他人的作品在這裡展出 都能夠再激發更多的靈感 更多的想法 將來在這個創作上 能夠更靜靜 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來 由縣府主辦 都蘭山畫院所承辦的 新雲流水山海都蘭藝術連展 將從即日起展出到10月16號為止 對展出作品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到台東藝文中心的 一樓展示廳欣賞 看看這些藝術家們 所帶來的精心製作 記載前輪 台東市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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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